字幕志愿者 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大家好 我是Tiffan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食谱 就是蒸蛋糕 先看看今天的材料 材料有蛋两只 糖40克 面粉35克 牛奶30克 油20克 以上这个份量可以做到 6寸模的蛋糕 以上所有材料 基本上一般的超级市场 都可以买到 事不宜迟就立即去做 这个蒸蛋糕 首先把面粉倒入盆子 接着就下油 然后再搅匀 用压磨的方式 混合它 让它没有粉粒就可以了 这个粉浆已经完全混合 没有粉粒了 接着就下牛奶 再搅匀 后来是 弄植وب 帅 芒芦 inaire 爆料 铒 肉 20 牛奶和粉漿混合後 很光滑,完全沒有粉粒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將蛋黃和蛋白分開 蛋黃放在粉漿上 蛋白會用一個盤子裝著 接著用切割的方式將蛋黃和粉漿攪拌 蛋黃和粉漿攪拌均勻後 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接著打蛋白,糖分三次放 第一次放在大泡上 第二次放小泡 到幼滑的時候,把第三次放下去就可以了 打到可以拉到挺身的鯛鯛出來就可以了 接著將剛才打的蛋白分三次放在粉漿裡 用切割的方式將它混合 用切割的方式混合的好處 就是沒那麼容易令蛋漿裡面的空氣流失 然後再用切割的方式 加上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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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放在小白分裸 加上冰粉 加上冰粉 可以在一邊 加上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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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到完全混合就可以了 市面上會有兩張蛋糕帽 這一隻就是不黏蛋糕的蛋糕帽 另外這一隻就是普通的蛋糕帽 今天我就會用這個來蒸蛋糕 為什麼不用不黏蛋糕的蛋糕帽來蒸蛋糕呢? 原因是因為邊位太滑漏 令到蛋糕抓不住邊位 令到邊位會變形和收縮 下完蛋漿之後就用刮刀慢慢刮平 然後就預備一張長長的保鮮紙 然後就把蛋糕放在保鮮紙上面 再用玻璃碗蓋在面上 再用保鮮紙把它整個包住 就可以了 用保鮮紙包含它 避免蒸的時候有水蒸氣進入蛋糕裡 在我們打蛋漿之前已經準備好一鍋滾水 然後蛋糕水滾下 然後用中大火蒸45分鐘就可以了 蒸好之後 把剛才包含了的保鮮紙 用剪刀慢慢剪開它 再把玻璃碗拿開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蛋糕面是沒有凹凸的 然後呢 就反轉攤凍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已經攤凍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攤凍完之後 麵也是沒有凹凸的 最後記得把蛋糕底部的牛油紙撕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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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把它切開蛋糕 看看蛋糕是甚麼質地 大家可以看到我怎樣按它 回彈力也是十足的 好 今天分享這個蒸蛋糕 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星期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